大世界像舞台 我也可唱由異國 風景看像至今心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有不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又回到今集的窮遊也風流 四月第一集的窮遊也風流 好像是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四月 第一集 我們上一集 找Julian上來講黑羅地亞 今集又有Julian 各位朋友大家好 除了有Julian之外 也有節目決戰中環的主持 就是一行 路過 做節目的事情往往是講緣分 今集我們講了什麼 我們講了太多遙遠的地方 又講了太多歐洲 南美洲也講了太多 有些人開始覺得你們這麼離地 不關我的事 我怎麼代入呢 我哪有這麼多錢買機票 大哥 都不得窮的 去黑羅地亞 去哪裏 不是啦 你說窮的 其實我們有一次做一集 是反應不錯的 就是講哪裏呢 就是講柬埔寨 可能近一點 有些人會覺得這些地方 我都會去 你說完之後 我作為參考 會有意義一點 會貼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現在講哪裏呢 其實今次請到Julian回來 我們就想講北海道 但是因為正正 我們就找到一行 就是 又碰到一行 一行 他早前 反正都是講北海道 我們不如整個日本系列去講 一行 是不是一個月之前 就是一個年前 他四國回來 其實我又不是 這個是純粹陪家人 是 去廣島 四國 還有中國 我混不清楚地理 有圖片可以幫忙 我覺得挺有趣 尤其是去中國 我看到當地的中國銀行 我馬上拍照 就是宣示主權 因為這個中國自古以來 就是日本神聖的 包括分割的領土 那裏有一個中國 但是那次就是下飛機 一落就是在廣島去下飛機 但是說實話 一行你這次是跟團的 是啊 就是陪家人 如果你問我 我就不會跟團 自己去 但是家人 就是有些老人家 就是跟團 不過我去到 也有 我觀察到一些地方 有些不同的看法 是 因為其實我們就 我們好像第一次 我們開了節目 知道這麼久 是第一次是說一個 跟團的一個 一個旅行 是吧 其實我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你跟團去一個地方 就好像真的沒有去過 跟著一輛車 就是跟著一輛車 跟著你去哪裡 你就去哪裡 所以那個感覺 是會比較距離的 對 一行 但是這次你去四國 對 但是你去多久 你經常旅行 應該好像四五天 哇 這麼廣 這麼好廣 應該住了三萬四萬 應該到 不是太長 也不是太短 就是適中 嗯 那 就 那 我想 現在就是任廣 任廣 任廣 對 你說得很對 這個跟團 就是有一個 缺乏某些意義 因為你去到某些地方 其實你應該要詳細去 去西美 去看 例如 我最興趣 就是去這個圓爆 那個為止 因為 大家知道 有兩顆原子彈 一顆廣道 一顆長崎 廣道 它就有一個公園 它就有一個原爆為止 其實呢 爆就不只是爆那個地方 因為你要知道 一個原子彈一爆炸 其實它的覆蓋範圍 非常之大 只不過它剛剛最勁抽 在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就有一個公園 其實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自己去旅行 我肯定在那個公園 我都可以磨一兩天 但是問題是 那個旅行就 不是這樣說 沒有辦法 他們就說 因為 連那個最值得參觀的 那個 那個 就是那些歷史資料館 都沒有去 我問那個導遊 為什麼不去那個資料館 他說 去旅遊 那些老人團的人 就要開心 那些資料館 就太過分了 太沉重了 多到不能購物 對 但是 我大概都說一說 其實我去之前 我都做了寫了功課 當然我現在的記憶 其實有點不可惜 對於歷史的描述 資料館 報物館 我覺得日本人 是做得非常細緻的 除了 你說侵華那段歷史 你說對 維安府也好 南京太屠殺的歷史 是不太老實 去面對歷史之外 我相信 你說廣島 原爆這段歷史 其實是會 我相信 應該會寫得比較深刻一點 是啊 因為它自己是一個 身受其害的一個地方 我想 日本 當然 你去理解日本 你想一想 日本整個 其實 日本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今集原本的主題 北海道 我想一定是很大的反差 是啊 如果你說到對戰爭的反省 這兩個城市 廣島和長期的市民 一定跟其他城市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之前 我去旅行之前 看過一些資料 做一些功課 例如說 每逢全世界有任何 反戰的活動 你一定是說到 這個市的人 會帶頭去參與 或者帶頭去發起 所以我們理解日本人 你不要只想 日本人就是所有日本人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特質 這個地方 肯定是 對歷史有特別深刻的反省 其中有一件事 你問我 我覺得值得去看 不過那次我沒有去看 當然我有機會 我一定會再去看 就是說 某個地方 地下 有個黑影 那黑影是仍然在 那些人問 為什麼有個黑影呢 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原子彈 扔下來 原子彈不是在地下爆 因為地下爆的威力不夠大 它是在半空中爆 因為在半空中爆 360度的範圍 對 覆蓋面大很多 然後 基本上 還有補充一點 這個核爆最大的威力 就是衝力波 衝擊波 當然 它受到地面的衝力一定是最強的 但如果 直接 就是你去到地面 然後爆的話 它是吃了很多力 反而就是 那個覆蓋面 是沒有那麼大的 接著 它在空中爆 之後 就會產生很高的 熱量 溫度 你知道 人體的70%是水 對 燒滾了 變成就是這樣 就是 這個情況就是 你突然間 你去到一個 你身處一個微波爐 對 那你體內的水 就全部滾了 你是山滾了 還有我告訴你 你連滾這個感覺 都感覺不到 對 氣化 就像天樽一樣 我們那次天樽的 樽爆就是這樣 樽爆那次就是很多人氣爆了 就是0.7秒 大家想像一下 0.7秒是一個什麼概念 基本上你完全沒有意識 連痛的感覺都沒有 你馬上已經是 氣化了 其中有個地方就是 有些地下有些影 就是個人氣化了 不過可能 我不明白 連影都保留在那裡 對 有個影在那裡 有些地方可以看到 不過我沒有去 我們下次再會去到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裡是叫什麼地方 叫廣島圓霸為止 對 那裡有一個 好像整個公園 的物體 公園都很大 其中有一個 建築物 有一個圓形的頂 那個就是很出名的一個地方 它倖存 哦 是不是這個 對 原形的頂 就是這個頂 就好像那些爛尾樓一樣 這棟樓 原本這一個就是 當時的一個會展來的 等於我們當時做展覽 一些地方 其實Exactly 叫什麼名字 那個地方就叫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 對 那個廣島平和資料館 就是平和紀念公園旁邊 其實就是 其實中間裡面 理論上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不過那時候 我就 不太仔細看 很仔細看 沒有辦法 其實這就是 跟團那個不好處 但Antony剛才說了 一樣很好 就是說了日本人對 這個 那個博物館的 重視 重視 我記得 我很久以前 就是 我 最初聽網台 我很喜歡聽 阿紀圖和梁錦祥有的節目 類似的 神秘之夜 類似的 那時候阿紀圖 他們一說了日本的話 他們也是很開心的 我記得紀圖說的一件事 就是日本人對搜集資料 是很無微不至的 很著力 譬如那些圖書 大家可能到日本都會 很多人喜歡閒書店 就算你不懂日文 其實都不太重要 如果你要對於某些題目的書 譬如蛇蟲鼠藝 什麼都好 建築 其實他的資料的表達 排列方式 確實是 圖畫的精美 很簡單 現在你看到網上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個 廣島平和資料館 就是紀念館 裡面有很多 當時的地貿是怎樣 其實很多都是屋邨的平房 就是他會塑造 整個歷史的還原 給你看到 而他外面 其實他整個紀念館外面 他就留了一塊草地 然後接了很多大型的紙殼 所以那個重視和平的感覺 其實也是很重的 所以其實我這個日本旅程 雖然是旅行團 但是那個旅行團 都安排得很好 就是這個不太開心的地方 他沒有帶我們去眼睛 很仔細看 但其實我同一時間 整個團都帶了我們去幾個不同的博物館 我又真的開眼界了 我真的開始 以前我純粹在聽網台 或者聽幾圖講日本的圖書 但你要知道 其實博物館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手臂的延伸 其實就是一個圖書的延伸 其實就是一個圖書的延伸 活圖書 你書是要平面切到一本一本 但博物館就是一個立體的一本圖書 很具象 可以讓大家看到 對 所以我這次另外有些行程 就是看其他博物館 我整個 我真的以往一生 我真的覺得日本人不同反響 其實是的 有什麼博物館去看 譬如我去了 有些東西可以馬上跟我們香港做一個比較 譬如我去了一條橋 叫做賴戶大橋 這個是什麼地方 其實都是附近的 賴戶大橋 我不是很 這個真是跟團不好 地理自己搞不清楚 總之有一個車載了 總之有一條橋叫賴戶大橋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就是貫穿了應該是 其實那個賴戶大橋應該就是 我們根據Google Mac去看 其實就是連接了四角至本州的江山 中間就是一條跨海的大橋 一行你去到那時候 看到這條賴戶大橋 究竟是怎樣的呢 但是Julian好 真的是跨海大橋 我又不太懂香港的道路 什麼什麼幹線 什麼幹線 什麼幹線 清如幹線 清如幹線 你舔了很多地方 是不是 那就是 你這樣說 你純粹是 一條橋 就不是 就是踏車 踏車就是一條橋 但是最特別之處 就是我會特地說這件事 就是剛才有問到一個博物館 就說 這個賴戶大橋 那它在某個地方 有一節位就有一個博物館 就叫做賴戶大橋博物館 那我就馬上 咦 原來人家 這條橋 都可以整個博物館出來 就是把整條橋 就是那個歷史 很多不同的建的方法 又沉箱 怎樣做法 就是很多模型 就是讓你去按按鈕 它會展示給你看 當時怎樣建 就是 那我就馬上想起一件事 就是跟我們青馬大橋 我比較 那青馬大橋就無厘 青馬大橋樓下 都有個景點 那個景點就是羅亞方舟 對 我是想不明白 就是 你這個羅亞方舟 跟一個青馬大橋 沒有關係的 那個關聯性 在做什麼呢 如果你講風景 青馬大橋的風景其實很美 是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在附近那裡住 就是看著那條橋 很美 但是我想了一件事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去到那位大橋 我覺得人家是重視 整個 怎樣說 整個工藝 你怎樣建 然後我又馬上想起 其實一行 我先跟證你一件事 其實青馬大橋 真的有一個展館 有的嗎 有的 在哪裏 我都不知道 知不過 知不過 那裏就不是你剛才說的馬灣 那個其實是一個叫做 是清之那邊的 屬於清 好像是深井前面的那段路 它是有個觀景台的 有個觀景台 我見很多本地旅行團 都會載到那裏 屋邨旅行團 多數會去那裏 給大家拍照 因為那裏是一個 叫做最好的拍照的地點 還有印象之中 那裏最特別的 就是收藏了一個 就是 有一條橋枕 好像是 因為那個青馬大橋 是一個斜拉索的吊橋 其實上面那條欄 它就把一個相片 切了一截 就放在那裏展覽 那條鋼籃 我來遠看 都很粗 可能直徑有兩米不粗的一條鋼籃 所以那些人去到就覺得 原來那條欄這麼厲害 我連自己都不知道 那裏是這樣的 就是青衣島鑊底灣 比較西北一個 其實是很架洩的 就是這樣看就是看那條鋼籃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不會去的 你不會去的 而且你要自己去 你要自己開車 對 要開車才去到的 就是沒有公共車 你過來看看 這邊它是一個彎仔 其實你是真的要自己開車去的 或者自己坐的士去的 你一般來說 好像是有一班 叫做小巴 你中間是可以下的 但你走的時候就很困難 那真的要自己開車去 對 但如果你說在那個展館那裏看 你就不 exactly 最近那個位置 就不是看到青馬大橋 你看到丁九橋 那那個展館又是在哪個位置 丁九橋旁邊 剛才我講的位置 叫做鑊底灣 連自己 是青衣島的西北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 在學校會不會 帶小朋友去那裏參觀 我不知道 有機會的 對 有機會去的 不過那些多數都是 旅行團式去的 你散客去的都可以 他沒有說不照顧你 只不過是因為交通問題 不緊要 我想我們去旅行 真的有趣 去旅行裡 見到別人的東西 同一時間反思我們自己 我等一下會再講那個博物館 為什麼我剛才問這個問題 如果香港有橋的博物館 會帶小朋友去呢 我在日本去幾個 即那天的旅程 都是參觀了幾個博物館 我又見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們那個博物館 一定有一些的設施 方便親子活動 即是父母和小孩玩 或者有些地方呢 一定是給一個小朋友 可以去玩 同一時間學到東西 即是你會見到 我當時的感受 日本這個國家 很重視親子關係 和重視教育 他是重視優兒教育 他重視優兒教育 即是那種所謂 他重視優兒教育的程度 是我們完全不同的 概念是 即是你們 即不是只叫你考試 完全是填鴨式的 其實是填鴨在起點線上 起跑線上 譬如呢 我的印象是這樣的 那個橋 即是 待會再講一下 那個博物館 那個橋的幫忙 我就是講教育 因為這一輪我們 都很關注香港的教育 很多小朋友 輕生 現在要考試 剛剛DSC開考 我看見日本的教育 教育是甚麼一回事 譬如說 那個奶湖大橋 到最後那個位置 就會有些小朋友的設施 讓你去玩 然後他就說 我們現在就是起橋 將來我們可能有機會 就有個目標了 就整個升降機 可能就是直通太空 大家就是 起橋 就不是在地上過海 可能整個 不知甚麼 升降機 就是起上太空 我明白了 其實他是 給你對一個 叫做建築師的衝勁 你覺得建築是一個很偉大的工業 令到你覺得 你一個是 你小朋友 你見到你 你會增加你的好奇心 如果將來你有興趣的 你透過在那裡玩 一大輪 你第一天 你自己想做工程師 你就自己去努力 確實是 其實他那個叫做 你說的奶湖大橋紀念館 他有一個很圓形的 一個環形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 就是慢慢升上去 海洋公園 好像有一個海洋公園 就是這樣讓你慢慢看完整個景觀 其實是 另外另一個東西 亦都給你一些模型 就是告訴你 是怎樣建出來的 另外有一個很有趣 就是館內當然有東西看 館外 就是展館門口 其實那條橋 基本上他們都是 有點像青馬大橋 就是分幾層 上高去行車 中間那些位是行火車 是嗎 那他就 我覺得很有趣 那其實 他是用火車走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密封包住 但是就是展館 對著 看到橋的那塊小塊 就是故意攤開了 就是讓你看到火車在那邊走 就是我覺得 所有的設計 很有心思 很有心思 就是增加你的好奇性 為什麼 如果你的小朋友說很有趣有火車 為什麼可以這樣走 整件事其實是增加你的好奇興趣 很有興趣 而且很互動 和社區很互動 沒錯 你說得對 例如他在展館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模型 介紹你 告訴你一些旗點起 我就立刻想起我們很偉大的廣珠澳大橋 原來我們建了一些椅子是駁不到橋 我想說一件事 我們現在經常說一帶一路 中國要建一些大型工程 高鐵也好 其實高鐵你一定是不能夠把橋 橋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是一些外國的國家 你真的要有人建 很坦白說 我第一件事帶你去日本的大橋博物館 你看看別人 人家真的建東西 人家是有個技藝 告訴你如何建造 中國那些又不是的 即是用很多古靈精怪的手法 即是用很便宜的 即是用很便宜的 去拿到一個廣珠澳 然後就慢慢採取水 或者橋樓裡面有盒飯 不過其實一恆你去大橋博物館 講完了沒有 因為我發覺周邊的地方 其實是非常引人入性的 你去那個叫做賴戶大橋博物館 其實它是屬於鄉村縣 鄉就是香港的鄉 鄉就是四川的鄉 鄉村縣 其實你說賴戶大橋的景觀 其實是很吸引的在於 其實它是外面有很多不同 大小不一的小島 有一個很小的叫做廣島 即是你旁邊有大的廣島 然後廣島和鄉村縣之間連接著 其實有很多小的島 其實感覺像跳島 你給我感覺是哪裡呢 是像中國的地方 就叫做千島湖 哦 其實是很像的 或者也是像香港的東北邊 即西局 那個叫做什麼呢 那個叫做 那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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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洲塘 印洲塘的感覺 其實是很像的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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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千島湖 就是在浙江 浙江 浙江的 就是近著 這個 這個 杭州的 其實它那邊 如果你說天色好的話 其實是很漂亮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去到 Magic Hour 去踏入黃昏的時候 哇 你金光閃閃 然後有很多島都押出來 其實是不錯 很漂亮的 千島和出名 我看到這個鄉村縣 你第一時間 就讓我看到 那個地貌就很像 而且就是 你近著 整個海灣線 如果你本身 在整個賴戶大橋旁邊 你坐船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你有沒有坐船呢 那時候其實有 在這個位置就沒有坐 沒有坐船 沒有坐船 因為是跟著旅人團 關不關事呢 另外一個位置 另外一個位置就有坐 去那個什麼 水鳥居那裡就有坐 是嗎 但是坐船是怎樣 你是在那幾個島之間 漂浮 不是 那又跳 如果說去坐船 我一跳就跳到別處 那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其實我看到旁邊 其實是 哇 除了剛才我看到 整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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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岸的景觀 就像千島湖 你旁邊有些 有個公園很漂亮 其實是 那個就叫做 宿林公園 宿林公園 它有個圓林 又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看到那些樹 那些松木 是啊 我又去 等一下看照片 我才知道 原來我又去蘇林公園 是啊 是啊 可以勾回你的記憶 又是去旅行 不是 跟團就是這樣 是啊 蘇林公園也很漂亮 你看到那些松木就好像 沒錯沒錯沒錯 如果你看到那些松木 就好像 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我們香港的 那個鑽石山 叫什麼 智連靜院 智連靜院 對 是好像 我記得蘇林公園 我聽過導遊說 就是以前那些大名 大名就是那些諸侯 是一個 那個諸侯的私人的一個公園 就是他們有空去喝茶 聊聊聊天 就是一個私人的庭園 其中呢 我特意看到那裡有幅照片 譬如有一個松樹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廣武謝 就是演江的廣武術的武 就是木字邊的蛇那個謝 我想就是以前那些大名 他們下面就有一班軍隊 就是在那裡講一下兵法 訓練一下士兵 也會在那些地方 就是在那裡交流兵法 就是那些大名的一個 比較休閒的一個 叫做 就是怎樣 在那裡討論兵法的地方 還有那裡是拿去喝茶 另外有些地方就是 給你們喝茶 就是 這個圓林很漂亮 是啊 挺舒服的 這件事也是 其實我又會見到一個 日本的圓林特色 就是說 其實日本 我想他的圓林 和他的國家都有點像 他不是說很大規模 很高山 所有的東西是小小的 又是很精緻 又是很精緻 保養得很乾淨 這個或者是有點像京都的精緻的公平文化 我猜這些就是日本的庭園他們的特色 如果和中國比 其實中國 我們都有蘇州 蘇州的庭園 是很精緻細緻 甚至很顧及你的視覺的享受 我叫視覺享受 因為其實我們做庭園的人 那些建築師 那些圓景師 他們很注重一些視覺上的觀感 所以當你去到一些庭園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好好享受一下 用多一點的眼睛 到處去觀察多一點 以我所知 日本的庭園就是 他那種精緻度 是可以 讓每個人去到 就算 你一直走 走到一些很小的位置也好 可能一個角落 原來他也是很精心佈局的一個位置 令到你很舒服 甚至可能他會關顧到你 走到那裡可能很遠 要放一張椅子給你坐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 日本的庭園的一些特色 而且你會看到他 他很一致的 庭園的特色是 有回到日本的神道 和很蟬的那些感覺 當然 他們的文化 你進去後 你會覺得整個人都靜了 我相信 如果自由行去到 我們現在說的蘇林公園的朋友 有件事要做 因為他裏面有一個茶館 真的讓你靜靜地 所說的 是飲茶 你靜靜地坐下 有一個比較出名的 叫崔尚萍 然後就欣賞一下外面的景色 你整個人就靜一點 所以譬如我去到那裡 我老爸都在走 大大聲的說話 我叫你不要這麼大聲的說話 哈哈哈哈 你不要來到那裡 失禮了 不是那樣東西 大家應該要安靜 整件事是安靜的 這個蘇林公園 那個景觀之舒服 就不會像我們去到智蓮政院 智蓮政院最掃興那樣東西 雖然他原景外面的佈局 也可以做得很精緻 很漂亮 但問題就是你望遠一點 你就會看到公屋在上面 是啊 是香港的問題 做不到天人合一 如果你的TVB拍劇 你也是要 要遷就鏡頭 要遷就鏡頭 或者你在咖啡廳裡面 要刪除了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說去到蘇林公園 就不用那麼麻煩 但Anthony說了一件事 香港有個地方 大家有機會真的可以去 去大埔那個慈山寺 我經常都跟人說 你去了 很難預約的 所以 都是一些佛門的地點 慈山寺和天壇大佛 天壇大佛你無謂去 這是很熟悉的地方 你在大佛下面吃雞腿 但是香港沒辦法 那個旅遊區 我又這樣想 你要慈山寺你真的要預約的 他的時間又不是很遲 但是反而 反而 我覺得隨緣 你訂到訂到 訂不到 你慢慢再看看 他的時間能不能進去 但是慈山寺 我想到 整個慈山寺出來的人士 李嘉誠是捐錢 但是 我想他都要交托到 一班好的管理人員去做這件事 我想他們就真的想做到這件事 你如何是天人合一 你人類和附近的環境 連在一起 因為你慈山寺是很美的 你看出來看著 屠陸港 整件事很美 你本身裏面的 亭陀流角 也做得很舒服 其實我去到慈山寺最喜歡做的地方 就是在大殿裏面 有些方向模筆給你 靜靜地抄寫心境 即是寫心境 這個真的 讓你開始進入某種境界 你不是說 我到此一遊 當然有很多人 你說香港這麼繁忙的地方 其實是有一個環境 是讓你去證修的 當然有很多人去到 跟那個觀音像拍張照 到此一遊 但不要緊 有些人這樣 我都無所謂 但如果你想試一試 不是一時之間窮友 不是一時之間 你去日本也坐飛機 但如果你想免費享受 這一種去日本的庭園 那種感覺 遲山寺是可以做到 你第一身感受 原來你覺得有可比性在這裏 我想說 其實日本 你這些庭園建築 尤其是京都 它是刪除了我們 當年唐朝的長安城 其實這一套東西 根本就是 在中國的唐朝 唐朝出來 禮室就求諸爺 我們現在中國 你看到大陸 有什麼地方 櫻花的人爬上樹 整套的 你沒有了 日本才會有 變成 當年 為什麼我會說 剛剛 剛剛 安庭尼說到 我們是智蓮政院 對嗎 當時香港 智蓮政院 剛剛開的 也是 TVB很多的介紹 也是說他在唐朝的建築 那些木 淫容釘 那些寺廟 那些寺廟 其實如果你說到 智蓮政院 其實整套 是同一套 禮室求諸爺 中國大陸 就沒有了 日本可以保持 原來 香港 有一些人士 他肯堅持 肯重塑 這一套 其實是有的 所以這件事 令我去完 日本的庭園 就馬上想起 原來 其實慈生日就是這樣 其實是同一套 同一套文化 同一套境界 只不過我們 不算了 不要說中國的笨蛋 即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想在香港 拿到去日本的庭園 或者平和的感覺 我們就要去智山寺